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动就断了你的尾巴 之前和你一起的夜西雾怎么不见了 你见过她 原来你在乎她 陛下 最近派出去的探子 都没有找到叶尔小姐的下落 根据圣国俘虏所说 叶尔小姐也应该并未反过圣国 她就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是辰是纸 继续找 绝地三尺也要把它翻出来 是 白羽 家关战事如何 听说对面粮草已经跟不上了 回陛下 君密探回报 圣王升醒多疑 夜孝负伤 圣王颇有微子 此次叶清宇出战 许静不许退 军粮军饷都十分苛刻 刘副将 我们的粮草还有多少 口粮已不足三日了 将军 锦寇每日都来攻城 将士们的口粮 和伤药削减得厉害 很多弟兄都快撑不住了 儿父连十三成 举国蒙休 所费粮草甚至 尽 竟棺仓空虚 而自取仇措 家关失手 故定将夜市满门抄产 先将粮食发放给兄弟们 剩下的我们明日再想办法 是 那夜清宇就是靠着一口气硬撑着 圣王昏庸 居然还有如此良将带兵圣振 最近可有猎得什么厉害的妖兽吗 手下听闻附近山中 有一气味妖狐触摸 一派了人手去猎部 但还未曾猎活 是属下失职 看来是遇到熟人了 无妨 姑会亲自去 年轻人 ated场 年轻人 开火 examples 后来 听者 judge 自己 尽 妖宠小技 还想抓你姑奶奶 不好 就咬起我头了 没想到今日烈妖 竟然有意外之息 故人重逢 真是巧了 再动 就断了你的尾巴 谭太静 之前 和你一起的夜夕雾怎么不见了 你见过他 原来你在乎他 我可不知道他去哪儿 所以才问你的呀 孤今日突然不想杀你了 你或许还有别的用处 这是以月族的秘药 吃下它 忠于公替姑做事 便不会有任何反应 可若将来 你背叛公 便会受到万成事刑 暴体而亡 怎么样 你是吃下它 还是 骨脚多一件狐囚了 慢着 我答应你 不不不不不bat 287 1 2 4 5 7 5 5 5 7 7 7